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挫折扑面而来 她到底该如何抉择 邻里纠纷引起的婚姻危机 都市情缘今晚不出 都市情缘情缆心间 感谢大家观众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都市情缘游看去头条去领红包的 去头条APP冠名播出 节目开始之前 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首先您将看到的会是年轻人的专场 提醒大家20岁以上 35岁下单身朋友抓紧时间报名 好的来看今天的节目 六尺像的典故 我想不少人应该听过 说的是在康熙年间 张英担任文华店大学 是礼部上书的时候 他老家安徽同城的官邸 与吴家为领 两家的院落之间有条巷子 是供双方出入使用的 后来吴家想要建新房 想要占这条路 张家人不同意 双方争执不下 将官司达到了当地的县衙 县官考虑到这两家人 都是名门望族 不敢轻易的了断 这时候张家人一时之气 便写了一封加急信送给张英 希望他能够出面来解决 张英看过信之后 给回信写了四句话 千里来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经犹在 不见当年情始皇 家人看过之后 明白了其中的意义了 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吴家健壮深受感动 也主动让出了三尺房基地 六尺巷由此而得名 而今天的节目 也源于一场淋漓的土地纠纷 那么今天节目里边的这两家人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眼前这个说话的中年女人 是今天的求助人刘芙兰 今年48岁 家住在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 她说本来她跟丈夫生活平淡而幸福 可这一切在三年前被彻底打破了 眼前这名男子是刘芙兰的丈夫胡仁毅 胡仁毅说因为三年前发生了一件事 妻子不仅多次跟她吵架要离家出走 而且还多次提出要跟她离婚 经常一个月七十三到十次 烧起来 实在烧起来 两个年十次后来两个年 一个五十几年都不连在一个家里来 你有没有劝你女儿啊 我就劝你啊 眼前这个老人是刘芙兰的妈妈 她告诉我们她三十多岁首寡 寒心如苦带到了女儿 她希望女儿能够家庭幸福 舒舒心心地过日子 但现在她天天担惊受怕 生怕女儿一冲动 就去跟女婿一乐婚 天天守在这里 怕你要走 天天守在这里 我过不长养 我过不长养 到七年了 其实我妈都不过我妈了好几次 那么三年前 刘芙兰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呢 同一地步给她 只要她拿出疫苗 她在房屋整齐地拿出疫苗给我 那我就让她见 结果我们不在家 她把机械都打到 靠到我的大房子里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 刘芙兰声称 让她困扰了三年 让她家庭和婚姻 遭受三年痛苦的根源 竟然是她的邻居徐花妹 这里邻居弄得我们家里 家庭不安 你知道吧 机前部里弄得我们家里 不得安身 刘芙兰坦言 2016年邻居徐花妹 想将老房子拆掉建新房 由于邻居家老房子面积较小 就想用原本属于她家的菜地和厕所的面积 徐花妹多次托人来劝说 刚开始刘芙兰都不同意 但之后两家人经过协商 刘芙兰家同意了徐花妹的请求 但她家也有一个条件 刘芙兰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土地协议 说这是他们家和邻居家在2016年的时候签订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甲方就是刘芙兰的邻居徐花妹 而乙方就是刘芙兰的丈夫胡仁义 协议的第一条是甲方也就是邻居徐花妹承诺 在原有的防务基线上面 整体向东北方向挪1.2米 第二条是在邻居整体挪出1.2米的前提下 乙方也就是刘芙兰的丈夫屋后的菜地归邻居家所有 刘芙兰的厕所也拆除 那么邻居应该付出什么呢 那就要看这第三个条件 徐花妹承诺整体挪出1.2米后 保留40公分左屋檐 其他的空地的距离就归刘芙兰家所有了 刘芙兰说协议签完之后 她就把家里的菜地让给了邻居家 可没成想 这邻居徐花妹却没有按照协议挪出1.2米 而这也正是引发了两家长达三年的矛盾所在点 刘芙兰说自家的菜地和厕所的面积大概有59平米 协议签完之后 他们就把菜地让给了邻居徐花妹家 没想到徐花妹却违约了 并没有挪出应有的面积给刘芙兰家 而当初是丈夫同意达成协议的 刘芙兰为此就对丈夫产生了不满 胡仁义十分气愤地告诉记者 邻居这样做事的确让他们夫妻十分恼火 而妻子之所以经常跟他发生争吵 就是因为当初是他先同意 把自家菜地和厕所的面积给邻居家的 而之后邻居家又不按协议建房 这才让妻子刘芙兰如此生气 原来刘芙兰之所以和丈夫闹起了矛盾 就是因为当初是丈夫胡仁义 先松口同意签下这份协议的 如今邻居不按协议办事 他就一直怪罪自己的丈夫 那么邻居徐花妹 为什么不按照两家之前签订的建房协议来建房呢 他们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现场查看邻居为何违约建房 他拿的疫苗给我没有了 他炸着他的脑墙机枪起起来 邻居土地之争的背后 他还有何难解的心结 心结打开了就完事了 邻里纠纷引起的婚姻危机 都事情缘今晚不出 刘富兰求助我们 说最近三年来 因为和邻居的地皮之争 导致夫妻感情不和睦 希望我们能够去帮他解决烦恼 那么邻居到底是如何建房的呢 刘富兰带我们到屋后去查看情况 刘富兰告诉我们 眼前贴了瓷砖的房子 就是邻居徐花妹家 在2016年盖的新房 而右侧的老房子是刘富兰家的 刘富兰说邻居没建新房之前 邻居家屋后是他家的厕所和菜地 刘富兰坦言 更让他家无法接受的是 邻居徐花妹家承诺的 要在原有房屋基线上 整体向东北方向挪出1.2米 邻居根本就没有做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全部他针去了 他拿的疫苗给我没有了 他的老墙机枪起起来的 你看到吧 我哪有啊 在现场刘富兰告诉我们 邻居家房子主体虽然让了1米2的距离 但院墙却没有按照两家协议所说 而是按照他家老房基地盖了起来 他觉得这太不合理了 他和丈夫都愤愤不平 按照协议似乎刘富兰邻居家的做法 的确有些欠妥 那么邻居为何后面房屋都让出了1米2 而前面的围墙却以这样的方式盖起来了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的记者决定前往邻居家里了解情况 嗨 你好 他说 就是我们来了解了解一个事情 他说这个在你家隔壁 邻居这个你们建房子了 然后呢 这个没有留够之前协议 你们之前还签了一个协议是吧 没有留够面积 看我们来能不能跟你们协商一下 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你怎么处理 给我们开门的 是刘富兰口中的邻居徐花妹的老伴陈群丽 见到我们 他立刻带着我们来到了他家院内 似乎他也有话要说 他就是为了我这一方向 这一方向对吧 你看 猪熙狗熙 这里有狗 长年时期 我们是没有命迫的 邻居陈群丽告诉我们 他家的墙之所以这样弃 是因为刘富兰家 在院墙外不仅养猪养狗还养鸡 所以他家不得不把院墙往外弃 遮挡气味 是他弄的 是我们自己弄的 他没有弄的我 这是我们的 他说房后 对 房后也是我们的 陈群丽告诉我们 他认为 在他家屋后的那59平米面积 也应属于他家的 但他常年在外打工 屋后的面积 一直由刘富兰家在用 而刘富兰说 他家在1998年 从别人手里买下的 这里的房子和地 当时卖家的厕所和菜地 就一直在那里 他家一直在用 而且从邻居家 要建房开始 陈群丽的妻子徐花妹 就多次托人来跟他家商量 想用他家的菜地和厕所面积 他们家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一直没同意 这里都是 扬出来的 你后面都不让了 那你前面为什么不让 前面就是不用了 用的就赶紧 那个厕花给我 前面跑到我们家里去 你可以盖 你可以顺着这个墙 直接盖起来不就行了吗 我现在就是那一点地方 就不用给他了 皇后的面积59平 是他家的 是我的 我跟你讲 不是我的政府干嘛签协议 要拿一面给我呢 你想啊 政府呢 政府不是真的吗 刘富兰认为 时至今日 再去计较菜地归谁 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既然两家当初 已经签订了协议 邻居就应该按照协议来执行 违背协议就是不对的 刘富兰说 他跟丈夫共生育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已经25岁了 不久的将来 两个儿子都要结婚建房 他是为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着想 而反观 丈夫胡仁义 当初签协议 是丈夫同意的 现在邻居违反协议了 丈夫却对这事 并没有那么上心 在刘富兰看来 丈夫胡仁义 这就是一错再错 可胡仁义不仅不承认错误 反而还理直气壮 这让刘富兰 气不打一处来 刘富兰说 他和丈夫 因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为何刘富兰的丈夫 胡仁义会在这件事情上 和妻子闹矛盾呢 胡仁义认为 妻子因为这点事生气 不值得 但刘富兰自己 似乎已经被这件事 折磨得走不出来了 几次三番和他争吵 胡仁义坦言 其实他和妻子刘富兰的感情 以前一直很好 他对妻子也一直都很用心 胡仁义坦言 当年刘富兰 其实可以嫁个更好的人家 但是刘富兰的母亲喜欢她 逼迫女儿跟她结婚 刘富兰最终听取了母亲的建议 为家境贫困的胡仁义结了婚 结婚二十多年来 胡仁义说 她很珍惜这个家庭 也很少会惹妻子生气 但没想到 夫妻二十多年了 夫妻俩竟然 因为和邻居的这个事情 不知红了多少次了 他们夫妻盼望着 这个糟心事 能够早点解决 好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反正是这样的 这次既然来了 我们把这件事了结了 我们就白头到老 好 不要去 心结也打开了 再找就没意思了 现在放在五十多岁的人来了 是吧 小孩也大了 在现场 胡仁义劝起了刘富兰 希望她能够打开心结 以后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而刘富兰要求邻居必须旅行协议 归还本该属于他们家的地皮 而在调解现场 我们还了解到 除了地皮之争之外 让刘富兰倍感煎熬的背后 其实还有着另一个原因 昔日好邻居 今日是仇敌的背后 到底有何隐情 他就在地上使劲捶打自己 你在现场吗 当时 没有 多方联动 最终两家矛盾 能否妥善解决 不让了 我现在一眼一沉都不让掉 邻里纠纷 引起的婚姻危机 都事情缘正在不出 刘富兰说 他和邻居家的地皮面积 出现了纠纷 导致他的婚姻 也面临着困境 他希望我们能够帮他 去化解邻里纠纷 如果说邻里矛盾解决了 那么他的婚姻危机 也就迎刃而解了 而实际上 两家所征的地皮面积 根本就不大 作为多年的老邻居 刘富兰为何 执意要要回那点面积呢 而对方又为何 拒不执行协议呢 随后我们了解到 在事情陷入僵局的背后 实际上是另有隐情 刘富兰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这么气愤 这么难过 原因就在于 他和邻居陈群丽的妻子 徐花妹 之前多年感情一直不错 但徐花妹却让他失望至极 刘富兰告诉记者 邻居徐花妹和陈群丽夫妻俩 常年在外做生意 很少回来 他不仅帮徐花妹家联系租客 把房子租给别人住 还帮徐花妹家 清理门前乌后的杂草 而徐花妹对他家也很好 时常给他家 送来点吃的 用的 我打梨号呢 他喜欢吃梨号 他呢 买的东西到我家来 可能看到我家很多梨号 他呢 就拿这个蛇皮袋呢 扎你袋子给他 那个干鱼呢 我也给他 刘富兰说 曾经两家友好和睦 互相帮助 徐花妹呢 还会给他们家 送毛巾 拖鞋等小礼物 但是让刘富兰没想到的是 徐花妹和他之间 竟然发生了一件 让他至今都不能够释怀的事情 正是这件事 让两家的关系急转直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张医院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头部外伤 全身呢 多处软组织磋伤 而受伤人是刘富兰的邻居 徐花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两家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刘富兰说 这次事件发生在 两家签订建房协议之后的两个月 那时徐花妹家正在打地基建房 但徐花妹家的水井 喷出来的泥水 喷到了刘富兰家养猪的地方 有一尺多深 她本想着让邻居家能够清理一下 但没想到 徐花妹却不耐烦他们的唠叨 直接掀掉了刘富兰的豆腐摊 还自己坐在地上锤打自己 之后刘富兰说 徐花妹却反咬一口 说是他打的 刘富兰说他并没有动手打徐花妹 是被徐花妹诬陷了 反而还赔了徐花妹家1500元 这让他在心理上 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刘富兰说 本来双方刚签了建房协议 如果两家不发生这个纠纷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好说 但就因为这个纠纷 他的心理就再也无法平衡了 而在徐花妹家 他丈夫陈群立也告诉我们 他家围墙之所以那样建 也是由于当时 两家发生了那次纠纷 陈群立告诉我们 现在妻子徐花妹外出不在家 但2016年发生的那次冲突 陈群立说 他虽不在第一现场 但他却听到了妻子说 刘富兰拿着刀 要杀他的恶言 原来刘富兰和邻居徐花妹两家 因为一墙之争的背后 竟然是一次冲突 在刘富兰看来 他是被冤枉了 还赔了钱 而在陈群立看来 老婆因为和刘富兰发生冲突 住院了 两家互相怨恨对方 最后 徐花妹家为了泄愤 就没有按当初约定的建房协议执行 两家就这样因为一点地皮 竟对质了三年 而在三年里 刘富兰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和丈夫整日争吵 甚至家庭都出现了危机 为了帮两家调和矛盾 记者请来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前来调解 他是这个意思 他说如果是国家要用的话 我无条件地给出来 如果是浪出来给他 还是一寸不浪 那么面对陈群立这么坚决的态度 大家又能否做通陈群立的工作呢 就说我们两家公司 你们双方交的起来 我们坐着谈一下子 是吧 既然我们要谈 我们大家都心不愁合 是吧 你们两家族 他没出个房子里 你们也没有缘 也没有收 收到的吧 求求不良 一寸都不良 是因为无非造成的 我们改是要去 知道吧 不要憋着心理 没多少 最终陈群立松口 说如果刘富兰能去给他家道歉 他就考虑拆墙 那么刘富兰会是什么态度呢 我跟你讲 我精神烧烧的这么大的伤害 我财产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你知道吧 还要我向他赔你讲 那我成什么了 他赠了我的地皮 还要我皮的道歉 还要我赠了拉了我的钱 最后刘富兰拒绝去给徐花妹家道歉 他说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 徐花妹家有好几个亲戚在场 并且当时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 他对徐花妹动了手 他受了天大的委屈无处深渊 现在还想让他道歉 这绝对没有可能 如果是我的错 我可以向他赔你道歉 我前家人可以向他赔你道歉 包括我妈 如果我没错 他就向我赔你道歉 他应该把那个钱 不该得的钱应该反对我 最后 因为双方互不退让 刘富兰想要回土地的愿望 并没有达成 但我们希望 他们夫妻能够不要再继续争吵 这件事不改结 他对我们家里不和 他们是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他们这样对待我们 伤害我们这么大 调解结束第二天 记者再次拨打了当地图管所所长的电话 他告诉记者 他们会做通刘富兰邻居家的思想工作 并将依法对徐花妹家违规见的院墙进行拆除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做好群众工作 安抚村民情绪 避免双方出现更大的冲突 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六尺像的典故 之所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源于张家与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 六尺像作为一个文化的新载体 其典故所包含的清和礼让精神 实际上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他的宽不是宽在六尺上 而是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 我们也希望徐花妹和刘富兰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我们的都市放心游 最近上了新的赣州石城杜鹃花赏花两日游 报名电话是0791832732 另外台湾泰国越南柬埔寨等重玩团 也欢迎大家随时报名 我们还要提醒您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随时随地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更多的节目精彩花絮也可以下载去头条APP观看 内容丰富红包多多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